下面要说到这个消息 喜欢足球喜欢体育的观众们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 巴西旅游奥运会是刚刚落幕了 中国队的奖牌数是世界排名第三 在诸多的奖牌面前的很多的中国体育迷们始终有一大遗憾 那就是中国男足有些不太争气 很多人想问一问 中国足球何时可以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呢 这是很多足球迷们心中的梦想 我们都知道巴西是足球王国 巴西人踢球是特别的好 昨天巴西罗纳尔多足球学校的总裁卡洛斯先生应邀来到南昌 那么他的到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吗 来听听看看 卡洛斯先生一来南昌就宣告了一个好消息 巴西著名足球明星罗纳尔多年内将空降英雄城 我今天很开心的选步 我的目的来这里是准备 罗纳尔多白饭来这里 因为我们有个非常好的足球的项目 还有罗纳尔多的孙来南昌 所以我来了这里准备他的三个月以后的白饭 足球巨星罗纳尔多要来南昌 这对于球迷们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他这次来南昌是考察在跟卡洛斯特合作成立一个罗纳尔多足球学校 这意味着如果足球学校成立 以后咱们江西的足球爱好者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来自巴西的专业足球训练 罗纳尔多他说他会来成如果谈判成功的话 会来开第一球 如果顺利的话 今年年底 球迷们就能在英雄城南昌看到足球巨星罗纳尔多踢球的脚尖身影了 是不是有些期待呢 而这次代表罗纳尔多前来南昌考察的卡洛斯先生本人 也是一位超级创业明星 他是罗纳尔多的合作伙伴 目前已经拥有三千多所足球培训学校 在2013年就基身美国福布斯亿万富豪榜 这次南昌之行 他也跟年轻的创业者们一起分享了他的成功秘籍 总是告诉他们 他们首先应该相信他们自己 相信他们的项目 还有相信他们可以成功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我们也盼望着巴西的罗纳尔多的足球学校 和南昌的知名体育俱乐部的这种结合之后 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我们江西的足球迷 江西的足球好手 对此事我们都盼望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